大家好,在我们看来呢,却是神有 神祂自己的,祂自己的工作了 万事都不想效力了,叫阿神的意思 对,在这一段时间是很艰难的一段时间来的 但是呢,在艰难的时间里面呢 能看到我们对神的那种心套 证明了我们对神的那种心套 也证明了神在那种苦难的时间没有离开我 然后在经费方面呢 反而也就供应我们医学的这个需要 然后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很平均 也不工作 常常呢,我都会推动到多一点运动 多一点跑动,这样子 所以到了一九月的时候才开始我的施工 我师父就转变了神秘宝带到一个老人的施工 所以做那个福建坂的施工,在巴士那边做福建坂的施工 在巴士那边很多这个福建人 我们看到那些老年人后面的灵魂都是没有得救的话呢 就这样去到一个很痛苦的地方了 所以神也有给我们打感动了 所以当那个故事交给我的时候呢 我接手就在九月 所以我们的那个是一个独立教会 不是神教会 是一个独立教会 上次我还是那边做主任那边 做主任 然后呢,我们每星期二 每星期四都有这个 新的奥高乐器吧 就是有个乐运团期在那边 给那些老人家 有个团期那老人家那边有精神的话 有一些运动这样 然后礼拜五呢 我们有去那个 有没有听过 我们去那边 星期五晚上 我们会有个机会 然后呢,星期六呢 我们各种不同的教会 MGU的教会 神掌会 还有其他的 这些文会 的育工呢 他们都 礼拜六都会在那边教 上给他们 让那边的小孩子上 这个补习班 补习那个英文 所以他们那边的小孩子呢 他们很喜欢 很高兴 有一帮人能够 一顾的来教他们 不用钱啊 谁不要啊 美费的嘛 所以很多小孩子呢 都来上 这个 这个补习班 但透过这样的广道 我们希望呢 能够在那个机会里面 他们父母亲 都能够跟 跟他们有接触 做朋友 然后慢慢跟他们 闯故隐 慢慢把他们帮助 很明显 这就是我的事故嘛 礼拜天呢 就有 正常的机会 然后讨论 是录剑班的 所以我 大家听 法师 麦克尔说的时候 这边 父亲的教会 第一神招会 他们做 录剑班 蛮好的 Jocstown 也是有录剑班 然后我看 我看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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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相当大的 在这边 有大的需要 不要做 书先班的 做 做 鱼肩班的 不然也要说 鱼肩班的 如果他也会说 鱼肩班的 鱼肩班的 讲鱼肩班的 像鱼肩班的 但是做 鱼肩班的 这个 比较年龄的人 不要大年龄的人 传 比较适合的 但是我们的 年轻人怎么办呢 不是说我们就 参为年轻的 其实不是的 当我们做这个 乐龄的工作的时候 需要年轻的人 来帮助 做役工来帮助 肯定一定要 需要你们的 不然的话呢 我们的 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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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了 嘿嘿 穿了哦 所以星期一 不要忘记 10点 我们游 游记啊 OK 我要介绍到这里为止了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新闻 在 诗篇23篇 我们都知道 不用猜 我们都知道 诗篇23篇是什么 是大卫写的诗篇 然后呢 那边第一节就说到 耶和华是我的 牧者 Hallelujah 这是一个很美丽 很漂亮的一首诗 诗篇来的 诗篇23篇 OK 诗篇23篇 OK 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他使我躺过在青草地上 他是 他 领我 在可安心的水面 他使我的灵魂 梳行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一路 我虽行过 死云的幽谷也不怕 招牌 因为你我同在 你的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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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安慰我 你不见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烟细 我 你用语如高了 我的头 使我的腹被满意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贝此爱 随着我 我且要 住在野华的天中 知道 永远无难 Hallelujah 天后我们感谢您 今天有这个机会 孩子在这里 分享圣灵的话 求圣灵来 恩康 高梦 主啊 所说的 每一句话 都是 主啊你的意念 也满圣灵的能力 主啊 让我们听的人 讲的人 主啊 都能够被圣灵 一起的感动 主啊 你帮助我 这个时候 主的宝靴 也遮盖这个会堂 让主的灵 自由的音形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我们感恩 奉耶稣的名而去 Amen Hallelujah 那诗篇二十三篇 是全诗篇里面 最美丽的一个诗篇 大卫用他一生 一生 然后写了 用六节来写完他一生的过程 那大卫王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嘛 大卫从小他的牧羊 是一个牧羊来的 牧羊的孩童 然后呢 在中年的时候 他在一段时间里面 也做了军王 做了军王之后 就受到这个 加沙龙他的儿子的追杀 他在年老的时候 他就在 比方说呢 就是在 在年老的时候 他 他被 追杀 对天追杀 所以他经过 他的经历呢 真的是 真的是 像我们看到 他的经历是 不容易走的 他的 本身呢 是经过一波一波的 然后这个 那个 这个冲击 还有呢 一波一波的 打仗 总是可以说是在 这个 这个战场里面 在打仗的 所以在这个 属灵神战里面 在打仗 所以我们看到 他第一届呢 就带出了 他对 我们上帝的认识 耶恩华 耶恩华是我的公子 我并不知缺乏 所以在这么多的困难里面 这么多的问题子里面 他的一生里面呢 但是呢 他还能够写出 耶恩华是我的公子 我并不知缺乏 那大卫这里说呢 不知缺乏 不说到 金钱上 物质上的 这种的缺乏 那大卫所说的呢 就是在他 在任何的时刻里面 他缺乏了支配 然后上帝呢 就施给他支配 在缺乏能力的时候 上帝就施给他能力 在缺乏 其他方面的时候呢 在当时他去找什么 上帝就施给他什么 因为他信靠的这一位神呢 就是名叫耶和华 所以这位耶和华呢 就好像我们刚才说 当你唱的那四个家 是全能的上帝来的 哪些书呢 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这个名字 也不认识的 当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呢 他们被埃及人 控绑 然后呢在埃及做 围独的工作 然后神看到所创造的人 在那边受苦 所创造的人呢 这些百姓 向神呼求啊 求这位上帝呢 救他们 破裂这个埃及人的手 所以神就兴起了摩西 摩西呢 就向神祷告 然后跟神说 神我不能够 奔死奔土的 我怎样去跟这些人谈谈呢 神也准备了这个摩西 然后呢在第四里面呢 神他扎起了自己的名字 摩西问这个上帝 若是他们问我 谁派我来到我的面前 这个法郎的面前 来跟他谈判呢 你就对他说 我是那自有永有的上帝 那自有永有是自然有 永远存在的上帝 这其实不是上帝的名字来的 我们的上帝的名字 真正的上帝的名字呢 是什么 是耶和华 那这个耶和华 对以色列人来说呢 是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名字 这个耶和华 对以色列人来说呢 他们经历了这个耶和华 在他们生命里面 所做的一切的工作 那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诗歌 全能的神 他能够医治我们 他也能够胜利我们 他也能够将那些风浪平静 也就平静了下来 他也能够供应一切 这些我们人的这个需要 一切的需要 所以当这个大卫王写这篇诗篇的时候 然后不单只是呢 供应了大卫 他的需要 那今天我们这位上帝 他也能够供应我们今天 的需要 也一样能够供应我们将来的需要 因为大卫是用就将来是实际来写成这篇诗篇的 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以色列人他们不敢直称耶和华这个尊称的 他们不敢直称的 他们只敢 只能够在这位神的面前的敬拜 只能够在这位神的面前叫主啊 主啊这样子的 不能够支撑这个耶和华上帝的名字 所以这一位神 就是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这个埃及过红海 然后呢他们就到了旷野 没有水的时候 神给他们水喝 他们往上要行走 就是旷野路的时候有银住有活住 神在大领他们 一切哦 在引导他们一切 所以显出了上帝的那个同在 也显出了上帝的本性 他们对于这一位上帝的认识 所以今天对于这一位上帝的认识 我们作为基督徒 作为神的儿女啊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这一位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来的 哦我们知道在新年里面 我们经常呢 都会叫我们上帝的名字为 耶稣哦 耶稣也是神的一个 不是代表 其实我们的主耶稣 祂本身就是神 祂本身来到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 跟耶稣的关系也是很亲近的 所以呢当我们跟神很亲近的时候 那旧耶的上帝这一位耶华上帝呢 能够供应这个大卫王一切的需要 我也相信今天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主耶稣 祂也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所以我相信 我很相信真的 刚才我们的 我们的环境牧师说到 在二月的时候会登当坑 这个 第一月哦 一月要当坑 所以 所以我相信是神的旨意 我也相信呢 甚至神给祂呢 一个启示 一个感动 要这样的带领 要这样的做 以至于透过这样的广大人 能够带领来人来信主 所以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呢 我们的主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耶稣 是一位爱世人的主 祂也是爱我们爱到底的主 祂也是那一位拯救我们的主 当祂拯救了我们之后呢 那像上帝这位主耶稣呢 祂会继续的跟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这位上帝 我们这位耶稣呢 祂是住在我们心中里面 祂很喜欢我们作为祂儿女的呢 跟祂这位父亲呢 有一种很密切的关系 那不是跟牧师传道 每一天祷告 每一天读经 每一天聚会 这样子的而已 祂也包括了 祂也希望 包括了就是我们做祂儿女的 做义工的也好 在教会里面做会友的也好 祂很希望做父母亲的很希望呢 我们与祂的儿子有一个很亲密的沟通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有一位天父 祂很希望我们能够跟祂有一个沟通 以至于我们对祂更加的认识 哪个是我们对神的事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很少跟我们的上帝接近 为什么我们会很少跟我们的上帝接近呢 又有几个眼睛 可能我们心里面没有渴慕 没有活的 可能我们有罪 拦住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交流 所以这是要提醒我们大家 我们大家 我们有一位神祂愿意 祂能够 刚才也说祂是全能的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到贴血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在我们上帝的眼中来看是问题 那是祂希望祂儿女们呢 能够向祂求告 就叫祷告 将你一切所需要的告诉祂 祂会赐给我们一些的品 所以对于认识这位神是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耶路华的上帝的名字叫耶路华 今天我们叫我们上帝的名字 一般我们都叫耶稣 对我们叫耶稣 但是我们跟祂的关系是如何呢 这是我们要检讨的 在有一次呢 我面对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在年轻的时候 我看91年92年的 该神学院的时候 那时候呢 我们刚刚住到 刚刚对神的话语有一点认识 有一位姐妹呢 就会被鬼扶了 被鬼扶了 我们就跟另外一个传当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他也是牧师人的 跟他一起陪到 为那姐妹一直在祷告 哄耶稣的圣名 控板 然后叫这些邪灵 从这个姐妹的身上离开 因为这个姐妹呢 他是拜那个日连正宗 智本神 智本神 以至于呢 那些灵伤他的神 我们被他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奇怪的那种的 那种的动作啊 有蛇行啊 又有那个猴子啊 又有那个龙啊 好像在打那个什么 死巴士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一直在祷告 然后我们发现到 还是不能够做什么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呢 就是必须要拆掉那个 黑色的箱头 他们拜拜的黑色 你也对着那个 那个黑色的箱头有没有 必须要把它 剷除掉 所以我们就跟那个 那个姐妹的那个 妈妈说 我们要剷除 要拿掉这个 这个箱子 他的妈妈也没有办法 所以一定要拿掉 不然的话呢 这个东西还是 缠着这个家庭 这样家庭很乱 所以我们就 哇 很大的斧头 很大的那些刀 一刀 一个斧头 整个都吹掉 我们很高兴在那边唱 靠耶稣的圣名得胜 哈利路亚 一直在那边讲 很高兴很高兴的 然后呢 一切都完成了之后呢 那个女孩 那个 她的姐妹呢 她也平静了下来 平静了下来 平静了下来 后来 过了一天 我在office的时候 她的妈妈就打电话 来说 一失礼一失礼 哎糟糕了 那个日年四周 那时候呢 在巴士那边有一些 很大的会谈 可以说是个总堂 她说那总堂的人呢 她今天打电话来说 要来找你了 啊 要来找我怎么办呢 要来找我 他们总会的 因为他们拜这些 偶像 拜这些黑箱 拜这些资本神 你信徒 若不拜的话呢 你要把这个黑箱 归还给他们的 他箱子 他是必要的 但是他有一样东西 他给你们用 这是要拜那里 里面的一个 物土的东西 一定要还给他们 我听到他要找我 真的是很害怕 我不知道怎么做 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都是他们早上 我们来的话 他们这些人 也不是好热的 对吗 那时候我还年轻了 还年轻 还年轻 所以我就祷告 祷告了 一天 哎 他们没有来 再祷告 第二天没有来 我祷告神 你遮蔽他们的眼睛 那人看不到 然后他们也把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 忘记掉了 真的一天两天三天 事件到现在几十年 他们都没有找我 Hallelujah Amen 所以你看到祷告 不是说这个 这个事情还有很多的事情 我要讲的 其实在 在我的事工的这个当中里面 最令我惧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邪灵会透过这些人 把那个基板放在我们的心中里面 所以我祷告 我认识这一位神 这一位耶稣 祂是全能的耶稣 而且祂的名字是万民之上 是超过万民之上的名的耶稣 Amen 我们有一位全能的神 所以这一位神呢 也是一直以来 一路以来 带领我们的 第一点我们说的是 是以耶稣为尊称的 第二名呢 第二名呢 他以呢 以我为我们的牧者 他是我们的牧者 而且呢 这一位牧者 带领我们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 而他是那一位好牧者 而这一位好牧者呢 是为羊舍命的 他为了我们舍弃他的生命 为了保护我们 他也是羊的门 羊的门是唯一的门 你知道那个旧约的那个时候 如果他们关住那个门 那个羊的时候呢 那个牧人呢 就会睡在那个羊门的门口那边 他看住那个羊门 他也供应那个羊门 羊在那个门圈里面很安全的喔 晚上在那个羊圈里面 早上呢 牧羊人就会带领他们 出来那个圈外那边 让他们有草吃有水喝 所以我们呢 这一位神 他是一个牧者 他是一个好牧者来的 所以他会带领我们的喔 他会带领我们 所以真的在司奉这段时间里面 从开始到现在 都看到神一直在看顾 也一直在带领 虽然在其中也发生了很多很多 啊 意想不到的那些不幸 灾难 领到家庭里面 但是神还是一直的在看顾 他一直在保守 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牧者 而且他来 耶稣来是要给我们生命 提前得更丰盛的生命 其实耶稣呢 是要给我们 他那个重生的生命 然后呢 他要我们的生命呢 会活得越来越像他 有聪明有智慧有能力 祂要我们越来越像 不单只是要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而已 祂要使用我们 祂也要改变我们 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人 所以我们活在世上里面 这位牧子带领我们 不管经历 怎样的一个经历都好 都有祂的旨意 都有上帝的旨意 有一个故事来的 是这么说 有两个老人 老人家 他们去到那个餐厅那边吃东西 他们喜欢吃西餐的 那些阿摩郎都很喜欢吃西餐 他们都很相像的 头发都很相像 眼睛 鼻子 全部都是很相像的 在走进来的时候好像姐妹花 姐妹花又好像弟兄这样子 分不清楚 在他们坐下的时候 然后威德士问他们要吃什么 他们就叫了一个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他们喜欢吃 吃意大利面 然后呢 这个先叫一盘 然后呢 这个老妇女呢 就先吃 慢慢的吃 那个老先生呢 老老妇女就在那边坐着看他们吃 人家那个威德士看到很奇怪 这么多久 有那个老太太在那边吃而已 在跟老太太吃完之后 这个威德士就问这个老公公 为什么你的太太在吃的时候 你没有跟她一起叫来吃呢 那个老公公就跟那个威德士说 原来是这样的 我要跟她吃完间 她吃完之后 她拿她的假牙下来 然后呢 交给我 我才能不吃 没有那么假牙 我不能吃 你看哦 他们越 我的意思要表达呢 就是说 当我们越清净主的时候 我们越会像我们的主 所以这位夫妇 你看他们长期的相处在一起 吃也一样 生活也一样 他们头发他们外形讲话都一样 连牙齿的那个膜 也是一样的 必须要从那个吃完了 然后她才能够用 这样子 这样是一个意思啦 但是我带出来的就是呢 我们生活 我们的生活神带领我们 所以 幸福任何的风浪如何 她有一个目的就是 要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 越来越像我们的主 阿里路亚 是的 这位上帝 其实我们人还没有放弃的时候 我们就是按着她的本性 来照到她的本性 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要活的越来越像我们的主 这样子 怎样 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的心态 要有耶稣的心 违心 我们要谦卑 我们要对人有爱 对自己要有爱 对神要有爱 我们要有忍耐 好像耶稣的那个忍耐 没有善良的心 我刚才有听 巴士麦克说 做那些 不一定是 为那些有需要的人 为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 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要想 有很多人 都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要双手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行动 就是帮助我们 我们必须要这样做 因为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能够活得更像 更像我们的主 更像我们的主 所以祂是我们的牧师 还有祂可以带领我们很多 很多的不同的经历 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经过不同的经历 这个大卫呢 也是经过了人生的 这个不同的经历 所以在不同的经历 在痛苦的经历 困难的经历里面 从这个六界里面 我们的大卫呢 完完全全的 把祂对神的认识 用六界来写出 写完祂对这一位神的认识 祂不单是一位供应的神 祂也是一位医治我们的神 祂也是那位为我们增长的神 所以耶和华有七个物名 祂也是我们的平安 所以他会经历到这一位上帝 实在是很伟大的上帝 祂名叫耶和华 祂是我的牧师 若是我们有这一位牧师的话 我们就逼不至于缺乏 今天有很多人认识了耶稣 但是在祂的生命里面 还有很多的缺乏 刚才我说缺乏 不单是在金钱这方面 有些人缺乏健康 也有些人缺乏缺少了爱心 这些东西没有得到是因为我们没有 常常跟神沟通 没有向祂求 可能我们有求 我们求一次两次 我们就缺乏凉 所以神要我们一直求 所以在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们 要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分享 或者是我们的顶章 或者是我们做私欲 或者是我们做教会的布施各方面 也感觉到不好 不要说我就是这样的 不要这样 我们要求祂 要赐给我们百物的上帝 祂会赐给我们的 祂会赐给我们的 而且在我们不能的时候 在祂是可能的 所以神祂必不自便缺乏 我们一定没有缺乏 我们有这一位神耶华 我们有这一位牧者 但是在他们的带领 和我们对他们的依靠之下 我们就必不缺乏 这一位神 但是今天很可惜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拜神 他们什么神都在拜 石头也拜 大树也拜 可以说是拜到满天神佛 很多神 很多神 印度人 华人 他们都是拜了很多很多的神 那些魔鬼 已经遮蔽了他们的眼睛 所以求神能够打开他们的眼睛 也打开我们的眼睛 而天地间的只有一位真神 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除祂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拯救 除非祂以外没有其他的拯救 所以必不至于缺乏 我们不会缺乏 除非我们的心很烦 除非我们的心很烦 如果我们的心不烦的话 其实我们人生的需要 不会很多人 不会很多人 因为圣经在诗篇 在那边有一件事说的 祂使我的父悲满一难 这个父悲可以代表了我们的伏性 一个杯 一个杯拿来 满来 钻水 你倒水进去呢 满的过过它就会流出来了 所以它的需要不多 好像明天阿山拉山很好吃 一碗不过两碗不过第三碗 你可以吃的多吗 不多的 可以跑的 是吧 所以一样的 这个原理就是我们人生的 这些物质的需要是不很多 当然 若是我们懂得资助的话呢 我想呢 我们 神 会 会满足我们一切 会满足我们一切 所以我们并不知缺乏 真的是没有缺乏 上帝 由我们这位上帝 我们就不知缺乏 受在四方 里面 我也经历的 在经济上 上帝很多 很多方面 很多方面都在 供应 都在供应我一些的需要 家庭的需要 孩子的需要 有一次 有很多次 我分享一次 说到我的孩子 记性他 他现在是在新加坡 二十岁 十九岁的时候 他就出来 他拿了一个 一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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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经济史在身有限 当我们去见那个院长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说 就表明我的身份 这样就跟他谈 说这个 是多少 是要 一万三千 就是 一千三百 一千 十三千 要十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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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可以分其付款 这样子 这样子 看着院长就看着我 说 我没有决定要收钱的钱 没有决定要收钱 他说 我说 感谢主 你看 这 这 我们肯定这是神 的 因为他十五岁出来 他应该是要去 他应该是要去 小学 去大学 但是 在我们经济方面 我们没有可能 但是神要安排他去 上这个 这个课程 然后我们 得到 这个免费的 这个 这个 讲邪金还是什么的 总之一切都是神在 供应我 我们有这一位神 我们真的是有 我们有这一位神 我们就 人生就 不至于 缺乏 不至于缺乏 我们当中有谁有什么缺乏 没有啊 哈哈哈哈 当然 神 那 有一位牧师 喔 他会 被喜记 以前教会讲道 然后礼拜天我们就会 有那个 卜留灯出来 然后这个秘书就打电话给这个 教会的秘书打电话给牧师 牧师今天你要来证到你的主题是什么 这个牧师也是对这个秘书说 我今天这个礼拜的主题是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个秘书你到这时候 够了 够了 牧师说够了 够了 所以礼拜天把牧师来的时候 他就拿了这个图灯来看这个时间表 那边 领参师摩摩姐妹 然后讲道 诶是那个牧师讲道 然后讲道的主题呢 后面是写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后面加了两句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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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我们有耶和华为我们的牧者 够了 我们不需要再去拜其他的神了 我们的神已经 我们有一位神已经很够了 他可以做万事了 他可以今天在这里集会 今天是礼拜天 是他的额里门集会 他可以在这里向我们说话 他也可以在其他的教会 不同的教会那边向别人说话 他可以预示 同时呢 他也可以释法 还有呢 他也可以把这个酒编成水 他也行神迹 起始 所以同样 今天我们司空的神 就是圣经里面大卫认识的 这一位耶和华上帝 同样今天我们只认识的 和大卫认识的是一样的神 祂是我们的牧者 我基督之部之一 学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所以 我可以 以下时间故事网 还有什么 可以回照吗 是 好不好